日平迅速崛起颠覆拼弹令球迷担忧,国平从容招架,传来利好消息在日本公开赛上,伊藤美城连续击败陈信同和王曼玉,赢得女单冠军,张本志和言师越战越勇击败周宇,马龙和张继科赢得男单冠军,日本两位年轻人的出色表现让在中国公开赛中,获得五个冠军的国平对受到沉重的打击,不管角度如何,国平已经想起了警察。 幸运的是,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公开赛,国平还有时间对日本这两位强敌进行专项研究,并将在未来给予打击。 当日本乒乓球开始挑起青春风暴时,乒乓球协会也宣布了乒语中心的好消息。 6月12日,拼协官网发布了国家乒乓球队选调运动员入队公式,19岁的赛林威是2017年全国青年锦标赛南二队队内大循环赛第一名,正式进入国家二队,并且已经开始了成人国家队的职业生涯。 平与中心突然更新了在国平遭受严重打击时新成员抵达的消息,并将国家队训练中的优秀新秀转交给国家队。 事实上,他发出了一个信号,国兵也开始加速升级,地方团队精英球员进入更高平台的机会,并增加国兵内部的竞争。 但另一方面,国兵则认真对待,对于任何半小时,国兵的目标都是击倒,平严梅宇另一位日兵天才在过去两年以惊人的速度激增,他首先成为世界杯冠军,随后赢得亚洲锦标赛,在此期间他不断击败中,国选手,国兵深入研究后,平严梅宇对中国选手进行了的13场比赛中,取得了12胜一负的胜利。 事实上,张本志和4比2击败马龙的比赛,已经给中国队带来了警钟,尽管马龙的实力不是世界第一,但马龙绝对被认为是乒乓球领域的顶尖球员,毕竟,即使是世界第一的樊振东,也败于其膝下,所以马龙的个人实力是绝对的。 他不容小觑,继张本志和战胜马龙之后,张本志和与张继科对抗,再次也大比分4比3,击败张继科得得日本队冠军,这在平坛是少有的激势,连续打败马龙。 张继科这两位国家乒乓球运动员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,有人说国拼应该雷米了,有人说我们应该很快提前迎来张本志和的时代了。 除了王冠丢失的悲惨消息之外,一些国拼球员实际上也获得了好消息,30岁的张继科一路杀入总决赛,熬战7局输给张本志和总比分2比0领先的他原有赢得机会,可惜没有把握住,于前两战比赛的第一轮就被淘汰。 0比4惨负张本志和相比,张继科的状态恢复和进步是肉眼可见的,重拾信心和恢复斗志的张继科也明确表示,他将冲击东京奥运会名额,张本志和赢得冠军是国拼的当头一棒,对手的崛起让球迷非常担心,但是,我们也可以看到梁静坤,林高远等后记者的成长和进步。 张继科年纪大了,老尔尼坚,张本志和确实尹,写了人们的关注后,下一次再次与国拼队争夺胜利,谁能更胜一筹最为重要。 完成双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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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